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52章曲鞋 住口 你是哪里来的黄毛小儿 竟然敢对我这样说话 陈玄大怒 他一拍桌子就要对叶浩轩不客气 陈大师 这里是吕家 吕真沉声道 陈玄愣了愣 他这才发现刚才有些过激了 他现在还在业主的家里呢 他们这行的规矩就是不能得罪金主 因为他们全指望金主发财呢 不好意思吕总 我刚才有些激动了 不过我们这行有我们这行的规矩 吕总要是找个同道中人来 也得提前给我招呼啊 陈玄忍着怒气道 我只是请个医生来 恰好小叶医生懂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不好意思了陈大师 薪酬我们照付 麻烦你了 吕真说 吕总客气了 听吕真这样说 陈玄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一点 不管怎么样 只要金主肯付钱就好 无非就是少赚点 如果他真的空手归去 对他的名声也会有影响 呵呵 陈大师这行 来钱挺快吗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 陈玄大怒 但偏偏又反驳不出来 的确 他根本没有出道力 不干活还拿钱 人家就讽刺他了 他能怎么样 就在这个时候 李延欣拉着怀抱淋淋的乐乐 一起走了进来 李延欣很喜欢这小姑娘 甚至有认他做干女儿的意思 看到乐乐手里抱着那个 洁白如玉般的小猫 陈玄吃了一惊 他双眼放光地喝道 灵雾 这是灵雾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到陈玄这样 乐乐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有些害怕地退了一步 躲在李延欣的身后 而他手里的灵零 也似乎感觉到 眼前的这个人不怀好意 警惕地看着陈玄 你干什么 神经病啊 别吓这小孩子了 如果这里不是在吕府 李延欣早就一耳光 把这家伙抽飞了 陈玄这才醒悟过来 他的双眼里闪过一丝酒热 对于灵雾的种种传 说一股脑地涌上了心头 他双眼放光地看着那警惕的小猫 难难地说 原来这世上 真的有灵雾存在 叶浩轩暗叫不好 灵零事件不得光的 在普通人的跟前还好 但是一遇到奇门江湖中人就麻烦了 因为这些人知道一个灵雾有多珍贵 这东西几乎只有传说中才会有的 他向李延欣施了个眼色 意思是给这家伙来一个下马威 让他把自己的那些心思收起来 李延欣会议 他冷冷地说 看什么看 还不快滚 他周身的气息突然发出 玲珑之星修复之后的李延欣的修为 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 如果他能把云中雾兰那颗设立中的神通 全部领悟 那他等于说会有云中雾兰那一身实力 相比而言 一个小小的陈玄 在他眼里 真的跟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正在出神的陈玄不自由主的打了一个机灵 李延欣身上那股庞大浩瀚的气息 让他不自主的打了一个冷战 这丝杀意让他手足冰冷 几乎不能呼吸 好在李延欣只是随意的吓吓他 气息一发 随即便收回了 否则的话 这货绝对吃不消 虽然是这样 但李延欣的气息 也让陈玄下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连连退了好几步 脸色微微的有些苍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看起来年纪只有20岁出头的女孩 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你是什么人 陈玄冒这冷汗 吃惊的看着李延欣 现在李延欣身上的气息已经收敛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 但是刚刚那股气息 足以能把自己秒杀在当场 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 我不想说废话 敢再打我宠物的主意的话 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 现在滚 马上 李延欣冷冷地说 一丝寒意 从陈玄后心涌起 他有些不甘心地看了一眼灵雾 然后匆匆地离开 厉害 就这么把人吓走了 叶浩轩向他伸出个大拇指 李延欣现在的实力还在他之上 单凭一身气息 就能把刚才那货吓得像是孙子一样 叶浩轩自认自己做不到 吕总 老爷子已经醒了 一名管家模样的人走上前来问道 真的 太好了 吕真激动地跑到了卧室内 果然看到老爷子已经醒了过来 而且 他的双眼清澈 看起来 精神已经好了 爸 你没事了吧 吕真关切地问道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刚才是不是又发疯了 吕老坐起来诧异地问道 是啊 把几个医生打跑了 还好有小叶 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见他谈吐清晰 吕真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转身介绍道 这位就是小叶 内地来的 医生 我之前说过的 我们的救命恩人 原来 你就是医生 吕老站起来道 谢谢了 我家的两个丫头多亏了你 举手之劳 吕老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感觉很好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呵呵 不愧是医生 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吕老笑道 吕老的病并不算太严重 只是沾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不过那东西已经被消灭了 以后就没事了 叶浩轩笑道 可是我近段时间 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 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吕老有些诧异的问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 我看贵府不管是从地理位置 还是从风水布局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人老了 身体不比以前了 遇到些怪事也是正常的 这是个平安符 你带在身上 保证以后不招那些东西 叶浩轩笑道 好好 谢谢你了 吕老点点头 在吕家吃过午饭 谢绝了吕老和吕真的再三挽留 叶浩轩和李延欣一起离开了吕家 今天的事情 算是惹上麻烦了 叶浩轩道 你说那个不入流的陈璇 他也算麻烦 李延欣有些莫名其妙的说 他的实力是不算什么 但是人的贪婪之心是很可怕的 谁知道这件事情 会传到什么人耳朵里 港地的奇门江湖 虽然不比内地 但还是有些高人的 叶浩轩道 想多了吧 在你面前 还有人敢自称高人 李延欣淡淡地说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 现在你的实力距离 你师父还差有多远 叶浩轩道 拥有他七到八成的能力 另外两成是我自身悟性不够 等悟性够了 以后就能达到他的境界 李延欣道 那就好 那我以后岂不是要把你 当成姑奶奶一样的伺候着 如果伺候不好 你会不会直接给我抹了脖子 叶浩轩笑道 哼哼 那是当然 最好不要惹本小姐不开心 李延欣得意地说 港地最著名的一位大师 当属神段林天奇 铁口直段 在港地风水玄学界颇具盛名 在港地一家国际性大厦66楼层 有他一间专属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足足有数百平方米大 门口挂这一个铁口直段的牌子 而且门口还刻这一个阴阳鱼 林天奇在港地的名誉非常响 港地很多富豪 几乎是排着队找他看箱看风水 预约的人甚至排到了半年后 陈玄走到了这间门口 敲了敲门 然后恭敬地说 师父 现在方便吗 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禀报 进来吧 里面传出一个淡淡的声音 陈玄把门打开 只见这间办公室装修得极其豪华 在一个金丝楠木制成的古箱 古色的书桌后面 坐着一个年轻人 他手里正捧着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 这就是享誉全港的风水大师林天奇 难以想象他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师父 陈玄恭敬地低下了头 你不是去吕家了吗 有收获没有 林天奇把手中的《易经》放下淡淡地说 有收获 而且还是大收获 陈玄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按捺不住的欣喜之色 是吗 什么收获不妨说说 林天奇拿起一个茶杯 喝了一口茶 从容地画下 她的神色举止淡然 淡得和她这个年纪根本不符合 我今天在吕家 见到了最近风头正成的医生 陈玄神秘地说 重点 林天奇不是一个喜欢啰嗦的人 她最烦卖关子 而她这个徒弟 每次说是都要卖一个关子 是师父 跟着她一去的女人 手里有一个灵物 陈玄有些神色激动地说 灵物 啪 林天奇刚风拿到手里的一个悬甲 重重地落在地上 她猛地站起来 神色激动地说 你说是灵物 你确定没有看错 师父 我绝对没有看错 那就是一个灵物 它就是你说的那种 丙天地造化而生的灵物 而且她身上的灵气很浓 陈玄激动地说 想尽一切办法 一定要把它弄到手 你刚才说 是医生的女人手里的东西 灵天奇让自己生跳不已的心平静了下来 她耐着性子问 对 陈玄点点头 那个女人的实力 是不是很强 灵天奇说 不错 不错 的确是很强 师父你怎么知道 陈玄诧异地问 这种际语 看来 终以为 臭 acompan 传画 词 缓 復